哈哈哈哈 昨天跟香港人跟荷蘭人喝酒喝到醉 然後醉了之後今天跟我講說要口頭請 然後他還跟我講話感冒 然後誒 曾經想過海格館後方的漁村住了什麼樣的位置 因為住了差不多東文乾 基本上我們在位置是在朝近東邊 走進去之後 那個小漁村你們要再走過去 然後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們剛開始進去也是一個演員機會下來 就是後來跟著就是漁村的媽媽一起來做的事情 然後事情做一做的一做 然後他覺得我很可愛 然後 你為什麼很可愛 蛤 你為什麼很可愛 好不好 他想說你肚子有沒有想很可愛 然後後來他就決定說就是要用一個門子給我們 然後就是也是讓那邊很多空房子 然後就是一個秘行 大家想要開那個熱情球二號店 根本是很多 然後他 我們後來就跟他講我們夢想說是想要蓋一間青年女色 然後他其實就是他自己一開始他不知道青年女色是什麼 他就是他也是一個就是之前做就是Holestay出來的媽媽也是一個很厲害媽媽什麼事情都做過對 然後他一開始的時候一直跟我們人選說 這個東西不能這樣做啊 怎麼沒有早餐啊 然後這個東西怎麼可以這樣子用 啊什麼上下鋪這是什麼東西 對然後後來呢 我們還是把它留起來了 而且幾乎每一個月 我們都是被他講不去 然後被他講不去說 這個東西到底有什麼經濟 不過呢 先來講我們可以講 我們那一間叫做女巫國際背包客棧 然後女巫國際背包客棧呢 他的前面 後面的背包客棧沒有解釋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對啊 然後 叫女巫的話 是因為像北投的來源 一樣是叫就是巴頭巴頭 就是因為當地的女巫啊 就是凱達哥蘭主覺得那邊有女巫 覺得那邊有女巫 然後就把它變成巴頭 然後同樣的道理就是巴頭子由來有一個神傳 所以是說那邊有女巫 這樣我不敢去住 我很怕女巫 這個女巫不會有殺殺兵 安全狀態 然後我們那邊啊 其實到後來一直規劃下來 然後 這幾個月還蠻有緊張的就是 我們遇到了各式各樣各國的人 然後可以跟我們去騷擾他們的旅程 然後 在前兩天 我自己又跑去就是西滿地那邊 那邊有一家叫做曼古哈斯特爾 然後 然後在那邊就是跟他們當地的就是 也是香港的朋友 欸馬來西亞的朋友聊天 然後聊一聊我就跟他很趕快的說 我還真是造工業這樣子 就是每次要去趕一下女巫 然後他就跟我說 是啊你把我女子改掉 然後 昨天今天早上還傳給我說 到底花蓮怎麼樣可以租到機車 然後我就盛談給他一個 花蓮專門租給外部背包客 那個機車的 機車的店 然後就跟他說 你可以去 然後他說 原本預計只要去肉營蛋 對 空衣結束了 他沒有把那個放上去 我把 我把 F1交叉開 好啦 對阿 是這樣 嗯 有點好像 嗯 嗯 嗯 然後 10G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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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阿 嗯 對 你這個凌晴 你忘記戴背包 然後後來忘記戴內褲 我們很常就是 欸 把舞著範圍破大 我們默默發表 就是語遜陪歸跟比性聊 ok 把範圍推出去 然後再推出去一點點 所以我們每次就是開發的時候 然後整個場地上面都是滿滿的人 然後鏡頭髮、黑頭髮 然後那個黑頭髮什麼樣的 圖色跟皮膚等都有 莫名其妙看起來像他一樣 然後因為 我們就像那個大英帝國 那個日古洛帝國一樣 我們Hastell裡面也是日古洛帝國 然後常常會有一些就是 半夜三點跟我們講說 這附近有什麼好玩的 女市場到了 然後我們去北部最大的卡拉丁堡了 然後我們就還滿常就是 帶客人去一些半夜也得去的地方 然後早上起來 還要煮卡拉丁堡 卡拉丁堡 然後像說我們昨天 就有跟就是 鵝蘭人啊然後香港人啊 還有馬來西亞人就是 我們就是開一個趴 然後就是在吃卡拉丁堡 那是吃晚餐 然後每個人經過我們就說 欸過來吃過來吃過來吃 然後那一開始就很害羞 然後後來就默默坐下來 然後就這樣 我就說No嗎 然後就一起來吃好了 然後我們也很常就是 算是說我們之前 來了兩個印度人 然後那兩個印度人也滿妙的 就是就是 因為我自己在外面做啊 海釣的工作 所以那個工作都會讓我到12點下班 然後我下班的時候 剛回去打開門的時候 就看到一起來跳舞 然後我就想說 哇這家輕女是怎麼了 然後那一個印度 接下來就說 嘿一起來跳 然後就 哈哈哈哈 那就是基本上 他們兩個住的那一天 整天都聽到一個女生在唱歌啊 然後是怎樣 然後那個小男生也很可愛 我們叫他說 他教我們說的是 有一個印度的 那是傳統 是說你要把這支杯子 然後ㄎㄧㄥ的之後 然後要把它一口乾淨 然後我們那一時候 一群人就看出 靠一口乾淨 這不是啤酒 這是紅酒欸 然後就 哇大瓶喔 轉到不要放那麼大瓶 然後後來呢 他就默默的說 哎呀這小Kiss 他就默默的把我們剩下半瓶紅酒 首先拿過來 啦 真的喝完了 最後那個時候呢 那個樓上的 然後就跑出來講說 然後後來我們還是繼續 然後 那最後 那他就把阿相機拿出來 他應該只是覺得說 莫名其妙頭髮的 然後才那時候 就 不行 不行 我不是教大家說,一定要喝酒 我買18歲不能喝酒 18後那一天,我還就會分分說 我們就敲牌吧,我們一起跳 然後這個牌裡面就是 我們其實就是把幾乎整個族羽人都一起穿去 然後海大的一堆朋友們也跟我們抓去 然後前20分鐘呢,是出航之間 因為我們海調船之後會一路到旅遊近海裡面 然後去開始停船 然後全出去20分鐘,大家就 哇!哇!那個浪超大型 嗯!很危險 雨嬌飛車 一直到定點的時候呢 啊!好空長! 就是我們原本有40個 然後大概打到30個左右 然後最後呢,就是在釣魚的時候 我們有40個 吃上蟹也只有我們4個 那個時候不來 欸!他去一定是休息的那個 他去一定是休息的那個 他去一定是休息的那個 他去一定是休息的 他去超爛的 他超爛的 裡面床也很寬敞 每一個人都躺 很寬的,OK? 他還會吐吃 他會幫你們招來的 下次下次 找他去找他去找他去 好啊!到時候就是千千打 我們10月底的時候會辦那個 海外萬聖節 也是可以一起來 這個萬聖節的話 就是下週最多的 可以拿到機票 我們從上背包客的精神 喔! 那機票可能是不知道哪人來 哪人來 哪人不明記 他叫他背到哪人去 哈哈哈哈 上面不能寫TB 還能check in 才不會知道 好!我們陳第二的照片 也有韓國 喔!這是一個 旺道號下來的韓國女生 然後這個韓國女生也很酷 因為我那個時候 旺道號上面也買了一股 就是世界地圖 然後他就說 這本世界地圖很酷 然後是忘大話上面打下來 然後他就說 我要在上面欠名留言 然後我就 好 我的地圖就這樣被欠名留言了 這兩個就是那個 把很久灌掉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女生姊姊 她一直狂唱歌 然後我都覺得說 我那一天其實完全不喜歡開音樂 直接就給她唱就好 她就唱得很好 然後就是每個人都購一些 都購一下 不錯 啊!那個時候做印度咖哩 對! 然後我們又幫她加了一點海味 因為我們那邊有四個羽箱 冰箱裡面全部都是四隻羽果 這是當地的就是 娛媽媽 她們會賣羽果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拿幾條給她們用 好 好 這個是一個 傑克 傑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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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德國 一個是瑞士 一個是傑克 因為我記得情侶那兩個都不一樣 然後他們另外一個朋友是不一樣 我一直在想那個女人會穿美褲 她是穿美褲 她是穿美褲 她不是美褲 不要疑惑她是美褲 中間有一個法國女生 但是這兩個比較晚來 然後這個法國女生後來被我們一個朋友 就是完全上我們都應該認識阿水 林洛雪 對對對 然後她竟然跟人家講說 那我們隔天去上海大的那個 紅巨導師的課吧 後來他們就都能去上紅巨導師的課了 然後她就很開心 就回來說 我今天去聽了你們大學課耶 可是她聽不到 是看A片嗎 沒有啊 就是他們好像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記得 好像是什麼國語區 她有一門課就會放 她沒有忘記 她是兩性 兩性人 性別 我不是那一堂 重點是那個法國女生說 她要贊美人 我們有做過電視 我忘記了 我們帶香港女生去聽點講 怎麼好像 卓越踏實 沒有啦 竟然覺得什麼 然後這個是我們也是去 Kamadin 就是那個 范園北部儀式長海 然後大外國人去都有不同的代 那個老闆原本就是 因為我有一陣子也是在做一些文學 然後是在做Kamadin的行程 然後拍照拍照 老闆會把你趕走 然後結果後來帶外國人去 那個老闆就說 欸 過來拍拍拍 外國人 耶 老闆說 欸 老闆說 欸 很好耶 再多拍幾張 好 你不是全天幫我趕走嗎 好 好 這就是阿水跟那個 他帶去一起上課的飯 其實我們還蠻常過著 沒有客人就去撿阿嬤的時候 沒有客人就去撿生蠔的時候 然後有客人就去撿生蠔的時候 然後有客人就開始有洗客人的生活 這是自己吃的生活 對阿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去海釣 然後海釣完之後 因為這一個男生他是在那個 媽媽咪阿 媽媽咪阿 台 披薩店 我們就 對 然後他自己也是 很愛做一些吃的 然後結果呢 那一天我們就是 雖然說吐了一半的 然後但是還有一半的 很認真他釣 那種魚回來之後呢 那個叫做 就是 人家俗稱 小偷龍的魚 然後那種魚 就切身一片超好吃的 然後他就自己切了 就是切三次來切成一個 然後 然後切完之後呢 然後他就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客人就說 其他青年 你是可以像這樣 半夜釣魚 早上吃生魚去吃得飽 他就把這個東西放上去 然後放上去 然後放進去 然後這樣 回應超高 然後但是大家要知道中間的過程 因為最後的過程 大家每個人都說 蛤什麼 你肚子超痛 然後客人說 魚很好吃 但肚子超痛 這種 然後就被改形成了 他剛剛你怎麼知道 他其實偶爾是在改變行程 我覺得你不要去那邊 那都過在一天 那時候 我也是有感覺 不是可以要那麼單下 真的不要 然後後面 就是大概也是一些 我們就是 街客的過程 然後跟怎樣 跟客人一起活動 然後最重要的應該是說 為什麼想要在基隆 開這家經典雷神 因為我自己也有在流服 走平台 然後也有去就是 因為自己也有寫一個 基隆怎麼玩 然後去做這一些 就是本事專頁啊 對公司用之類的 然後在做這些事情之前 是有很多人 跟我講說 你幹嘛在基隆做 就連我爸 他自己也跟我說 就是 他跟我 我們阿公以前是補船 然後他們在基隆發展一陣子 然後呢 就是一路趕著基隆 大概摔摆下來 然後就像我說 不要在基隆做 就是台北基隆的資源都好 然後你為什麼不在台北做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一直跟他們講說 因為台北不需要我嗎 對啊 就是 也不是說基隆需要我還是怎麼樣 我是說 就是台北這種人太多了 應該是說 就是有一些地方 它其實很漂亮 需要大家一起來 把它就是 再一次炒作起來 大家也講 大概就是到這裡 好